體壇要進步 中華英雄追逐好表現 在背後默默支持的企業們功不可沒 體育署舉辦2019體育推手獎 感謝各界長期奉獻 頒獎典禮上主持人一現身 就吸引大家的目光 女藍國手黃麟娟身穿一席白色長禮服 要來挑戰主持人任務 本屆一共53個企業獲獎 將頒發78個獎項 在體壇中同時擁有職棒隊伍 以及籃球隊的富邦集團 一共拿下四個獎項 包括長期贊助獎 贊助金紙獎 以及推廣銀紙獎堪稱本日之罪 另外國泰人壽和土地銀行 十一年來年年獲獎 本屆兩家企業都獲得三個獎項的殊榮 除了長期贊助獎 也在推廣類和贊助類雙雙拿下金紙獎 黃麟娟身為國泰女藍的議員 也在現場道出 滿滿感謝 我真的非常的幸運 在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有幫助我的貴人 尤其是在高中第一年 球賽結束 球隊面臨解散的問題 當下我們都還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出現了另一位貴人 那就是國泰人壽 不管是在金錢上還是生活中 都給予我很大的幫助還有鼓勵 讓我的籃球生涯能夠繼續下去 沒有什麼比選手親身體驗更有說服力 相信這也是各界支持的動力 而今年有六間企業以及八位個人熟度得獎 特別提到群百搖搖理事長王震嵩 推廣台灣女子高球 是本屆唯一以個人拿下贊助金紙獎的殊榮 期待未來更多朋友加入寶島體壇幕後推手 幫助中華建人扎穩基根 在世界舞台發光發熱 YTV新聞綜合報導